我覺得這事情當然第一個 我絕對不接受大家用 拿腎臟人士來開玩笑 即便是在 這種節目很多人講說叫地獄梗 就是說那種社會上不能接受的紅線 他也照彩不悟 在網路上他叫做地獄梗 但是地獄梗當然有的時候 玩過火了就會出現公關災難 那當然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有一點點理解說為什麼大家會不愉快 因為我們都講台灣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但顯然民進黨好像比其他人都更加自由 就因為這件事情之後不久網路上吵成一片 那很多人就把民進黨過去的這個 封攻違約挖出來 比如說過去我們立法院在攻防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吳世懷委員 這個因為這個受傷 做輪椅 然後他們把它劈成賣口香糖的小販 那請問這是不是嘲諷 請問這是不是地獄梗 那我們今天要用這樣子的標準 去深討王志安的時候 要不要用這樣的標準檢討自己 又嘲諷了做輪椅的 又嘲諷了賣口香糖的 那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那當然選舉三情這個 某一些層面來講 大家都政治圈子裡面的人 當然要三情啦 沒有三情怎麼有選票呢 如果大家要講大白話就是這樣嘛 所以說這裡面 我覺得民進黨反應這麼大 兩個我的兩個觀察 第一個要轉移 這個應該說抒發啦 就是立委選的不好的情緒 因為其實民進黨黨 我觀察他們自己的這些言行 他們對於立法委員的選舉 是非常非常不滿意的 他們很崩潰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年輕人 大量跑去支持柯文哲 這樣的一個社會狀況 所以有很強的情緒 然後我認為這是一個抒發的管道 第二個我覺得要轉移 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亂局 因為當賴清德要長大位的時候 大家都關注他未來的人事佈局 民進黨的新的派系平衡 能不能建立 那這次中間應該有非常多的案盤角力 那你如果出現了一個 可以讓大家同仇敵愷的對象的時候 可以讓這樣子的壓力大幅減輕 但總體來講我們從外人角度來看 我是覺得不太公平 因為顯然民進黨都比我們更加自由 這雙標的情況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好好檢討 不能只讓民進黨為所欲為 但對其他人都高標準深討 我是覺得這樣不太公平 對我是覺得這個事情 也應該分幾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因為他們吵了這個話題之後 我就回過頭特別去看到 王志安那天的一個說法 我坦白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特別注意到說 當過去民進黨要衝這個立委席次的時候 先是集中火力強救王毅川 後來總而言之王毅川這個人 也是很無厘頭 後來他們就改變了策略 希望再拼一點集中強救陳俊翰 就是這位身杖人士 我看到那場記者會的時候 我心裡面其實感覺起來 我有點不太舒服 沒有王志安講的那麼的強烈 但我一樣也覺得 因為其實民進黨過去來說 他的部分區的名單都非常漂亮 他過去也非常希望把一些弱勢的 各個不同的一些族群的都能夠讓他送進立法院 代表不同的少數族群發發表聲音 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過去有位升到立委 王永章 當初的話在民進黨裡面 他是很明顯的就擺在第三名 然後第二名第三名 就是要送你進立法院 不會放在邊緣的名單 就要上不上 強救不需要強救了 如果說你真心的認為這個弱勢的聲音 值得被關注 應該在立法院裡面 可以替他發售 你不應該把他放在這個邊緣 然後突然去強救他 所以他有沒有有點悲情的成分在 我認為有一點 那只是說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看了以後各自心裡面決定 要不要去投這張政黨票嗎 那王志安的問題在於說 他現場講的時候 他我們比較習慣講生長人士 因為我們現在都會用很多 我們覺得比較是文雅一點的 就是比較尊重一點的方式去講 他直接講殘疾人 那當我們聽起來 這個聽起來好像就有點不太對了 比方說精神病患 我們現在不會這樣講 大陸人講殘疾人 所以就變成說是入境隨俗 他可能不夠了解我們的語言文化 所以聽起來會覺得比較刺耳 然後他加上他有點在表演那個樣子 就是說那個就是他就是用了一個 身體的肢體的動作去表演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是不禮貌 就是說一方面 他跟我們的用詞不一樣 那他可能誤入雷區 第二個他這個去模仿他 我就不禮貌 所以我認為王志安應該道歉 那但是應該道歉之外 我需不需要那麼多人蜂擁 而上去圍歐 圍歐王志安 圍歐賀龍夜夜秀 這邊我跟那個劉許婷的看法一樣 我覺得其實民進黨相當的 沒有辦法去接受一個就是說 現在這些年輕人喜歡的新媒體 竟然不喜歡我 你大家記不記得當初滴卡 滴卡一開始的話 哇這個民進黨多 他們都很在什麼PPT 滴卡有段時間開始 越來越批評民進黨的聲音了 在上次選舉的時候 哇開始就發現 這個民進黨的策異 就開始去批評滴卡 去洗滴卡 也群起攻那個這個 其他的媒體 只要對他們不友善 對就不友善 那尤其是過去來說的話呢 這些所謂的自媒體 新媒體啊 網紅啊 包括館長 其實都是他們那邊的人 館長也是 發現不是 他們那個群起攻之的方法 我覺得比那種什麼 什麼鯊魚看到一個 這個威龍 對還要來的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話呢 我認為這個背後事實上 有洩憤 然後有有有不知所以 然後呢有點 就是憤怒的情緒在這個裡面 但是回過頭來看 我認為啦 你看 他去他確實在大陸是踩了紅線 所以才離開大陸 這個叫做流亡人士 在臺灣照理來說 我們應該歡迎流亡人士的 我們臺灣呢 其實你只要罵 罵中國大陸的 大家都很歡迎 那他呢 只是在罵了中國大陸之後 回過頭來提到說 是不是有在消費 像這樣的一個 腎臟人士的嫌疑的時候 我們就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我一定說 你只有反中 才是你民進黨 可以接受的一個價值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 整個目前的現象 有沒有有沒有過渡 有沒有操作過渡 我覺得這是一個民進黨值得 看起來王志願是反中 我猜他反中啊 他老公罵得蠻厲害的 光反中 反中還不能批評民進黨 民進黨之前先去踏罰PTT 有沒有 再去要這個踏罰D卡 然後再踏罰抖音 現在又踏罰夜夜秀 順我者倉 逆我者亡